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赢了都给钱 一个也别想跑 周崇 你一个穷鬼还想恋爱 不知道穷逼没有恋爱资格吗 面对他们的嘲笑我一言未发 只是打了一通电话 通知助理将烂泥百月光的名字 从海选名单上抹去了 是啊 我确实没有恋爱的资格 所以才迟迟没有答应当红影后 对我死缠烂打的追求 将车子停在饭店门口 我随手将车钥匙递给了驳车的小弟 他看着手里阿斯顿马丁的钥匙 手指都有点发颤 我朝着驳车小弟露出了和善的笑容 拍了拍他的肩膀 别紧张 随便找个车位就行 好 好的老板 其实我不太喜欢开这样张扬的车出门 但毕竟是参加大学同学聚会 毕业这么多年 我心里仍旧有些想要一雪前耻的念头 走进饭店 我顺着送安发给我的包厢号站在了门口 还没进去 就听见包厢里嘈杂的人声 男女声混杂 我依稀辨认出了几个熟悉的声音 要说大学时候最出名的还得是周崇啊 全校谁不知道他 别人都是因为太漂亮 太聪明出名 他倒好 是因为太穷出名 哈哈哈哈 这名气给你们 你们要不要 我垂眸看着自己意大利手工定制的皮鞋 微微勾起了嘴角 我确实出名 大一开学 不过短短一个星期 周崇的名字就响彻了整个学校 因为上交班费的时候 所有人都是支付宝或者微信转账 只有我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叠杂乱的纸钱 一张张的数好 放在了班长的课桌上 我没有智能手机 唯一的手机是高中毕业后买的老年机 从那天开始 全校所有人都知道 大一金融专业 有一个男生连智能手机都买不起 一个人50块钱的班费 我硬生生数了20张纸钞 那50块钱 还是我在高中毕业之后 不眠不休兼职赚来的 扣除了读书的车费和学费 也没剩下多少 后来 班里的男生给我取了一个绰号 叫周钞票 在进入大学之前 我从不会因为没钱而感到羞愧 因为生长在偏僻的县城 虽然生活条件拮据 可县城里的人们大多条件相似 哪怕我格外贫困 也不会有过大的差距 可那个一线城市太大了 大到我抬起头 都看不见别人的脚底板 想起大学期间 因贫穷而流下的泪水 我抬手抚平了西装上的褶皱 轻轻推开了包厢的大门 原本聊得火热的同学 因为我的到来而安静了片刻 宋安站起身来 对着我招了招手 周崇 你坐我边上吧 我朝着宋安的方向看去 一眼就看见了 内空位另一边的女人 大波浪的长发和红唇 时间的流逝 让她的美貌越发地突出 也越发地名艳动人 和我一样 陈婉晴也是学校的大红人 她是校花 我是校花 可当年的我和所有情斗初开的少年一样 不知死活地喜欢了她四年 陈婉晴注意到了我的视线 抬起头来对着我露出了一个淡淡的笑容 大学四年 她从来没有拿正眼看过我 突如其来的示好 让我的心中生起了一丝疑问 难不成她已经知道我现在的身份了吗 但我成立公司到现在 从未接受过任何杂志的采访 我心中满是疑惑 却仍旧朝着宋安走了过去 因为宋安是我大学期间唯一的好友 陈婉晴突然站了起来 在我入座前挡在了我的面前 她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飞红 像是青春时期的小女生 犹豫着不敢看我 周崇 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 读书的时候要面子不敢告诉你 现在和你说 会不会太晚了 我的心中没有什么起伏 当年的感情早就已经消散在了时间的长河里 我只是在思考 是谁将我的身份透露了出去 要知道这件事情我连宋安都瞒着 可我只是短暂出神了几秒钟 陈婉晴的神情一下子就变了 羞涩的笑容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她眼神里明晃晃的嘲笑 陈婉晴伸手捋了一下自己的长发 对着所有人勾了勾手指 你看我说了 只要我勾勾手指 她就会自己舔上来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 包厢里就爆发出了一阵巨大的嘲笑声 那些因太久没见 而有些陌生的面孔 因为这样的嘲笑 而和记忆里的模样 缓慢地重叠 我逐渐回想起了每个人的名字 你们看她那个样子 还以为是真的呢 也不照照镜子 来来来我赌赢了都给钱 一个也别想跑 周虫 你一个穷鬼还想恋爱 不知道穷逼没有恋爱资格吗 不觉悦耳的嘲笑声 并没有让我的心情产生多大的起伏 如果换作是几年前我还在读书的时候 或许会因为这一次的玩笑 而进行好多天的精神内耗 但创业初期 我听见的话 比他们所说的难听成千上万倍 早就已经有了抵抗力 如果因为几句话 就产生愤怒的情绪 我也根本不可能在这个领域活到现在 也许是因为我的神情看上去太过于冷静 他们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 我终于找到了说话的间隙 笑着问道 说完了吗 我可以坐下了吧 程婉晴的眼神里闪过一丝疑惑 大约是不明白 为什么我看上去改变了这么多 也难怪他这样觉得 读书的时候 我是连上台说几句话 都会结巴半天的人 可现在我却能对着几百个人的会议室侃侃而谈 我微微点了点头 拉开椅子就要入座 可身后的椅子却被人猛地抽走 如果不是我反应迅速 就要直接跌倒在地上了 我转过身去 可让我感觉惊讶的是 抽走我椅子的不是别人 正是宋安 宋安一改刚才对我和善的模样 看着我的眼神里带着讽刺 你不会真的以为 你可以坐我边上吧 他的语气冰冷 让我感到陌生 我第一次发现 自己没有完全掌握事态的发展情况 只能暂且皱眉看向他 等待着宋安接下去的话 陈婉晴撞了一下我的肩膀 走到了宋安的身边 洁白的手臂 搂住了宋安的脖子 声音酥软 就是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 还想坐在我们宋总的边上 宋总 宋安微微抬起下巴 脸上写满了骄傲 他不打算解释 自然有的是人开口替他解释 说你土别你还真是什么新闻都不看 宋安现在可是宋氏集团的总裁 近几年发展势头最好的公司 就是他的了 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 宋安肯定会有出息的 你看看几年没见都已经成了总裁了 那些昔日嘲笑我们的人 全部都换了一副嘴脸 对着宋安就开始拍起马屁来 宋安显然是很吃这一套的 虽然嘴上不说 但却已经开始抖腿了 我对宋氏集团倒也有所耳闻 这家公司近几年的发展势头 确实很快 可根基不稳 刚刚展露头角 就得罪了不少上市公司的老板 我和朋友们都觉得他的前景一片渺茫 没想到 竟然是宋安的公司 我与宋安读书的时候 是难兄难弟 我是笑话大王 他是笑话小弟 但不是因为家境贫困 而是因为宋安的父亲 是个残疾人士 宋安不喜欢他的父亲 嫌弃对方给他丢脸了 常常在我面前辱骂 我不赞同 却也明白尊重他人命运的道理 那个时候 我与宋安经常一起吃饭 本质原因并不是关系有多好 只不过是一样被排挤的人相互取暖 但他与我不同 宋安喜欢跟在那些有钱人的屁股后面 就算被嘲笑几句 也从不放弃 他常和我说 自己有朝一日要成为人上人 大学毕业后 我们就很少联系了 没想到 宋安现在真的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我露出了真切的笑容 恭喜 可不曾想 宋安听了我的话 脸色骤然阴沉了下来 冷笑道 谁稀罕你的恭喜 周崇 我和你已经是不一样的人了 你懂吗 宋安说话的语气 带着明晃晃的恶意 可我并不清楚 这样的恶意 究竟从何而来 在我看来 哪怕当年的我们三观不合 但也没有产生过什么冲突 可宋安接下去的话 却让我恍然大悟 少用那样的眼神看着我 我早就说过的 我会成功的 而你 就带着你该死的做人的道德 做一辈子的穷鬼 宋安冷笑着 看向了角落里的那个冷板凳 那边才是你应该坐的位置 你这样的人 还想上猪吃饭 简直痴心妄想 我看着宋安 心里止不住地产生笑意 大四那年 毕业生都离校实习 我和宋安也不例外 我选择进入一家不错的公司 积累工作经验 而宋安则是削尖了脑袋 要创出一番大事业 他做的第一个选择 是将自己恋爱了两年的女友 拱手让人 换来了一批创业资金 为此 我和宋安大吵了一架 不欢而散时 我骂他是个泯灭了人性的畜生 可宋安却说 他会成为人上人 原来 他是因为这句话 极恨我至今 甚至还特意在成功后 举办这一场同学聚会 让陈婉晴来羞辱我 我想看看他 还能做到什么地步 于是一言不发地 朝着角落的那个冷板凳 走了过去 看看周崇这样子 还真是一条听话的好狗 怎么 喜欢养狗 那你带回去啊 宋安笑着 看向说话的男人 我对他有印象 赵建荣 读书的时候 没少为难我和宋安 仗着爸妈有点小钱 在我们两面前作威作福 可现在面对宋安的话 赵建荣只有笑着点头哈腰的份 哎哟 宋总你说笑了 这么听话的狗 当然要给你留着了 他说着 拿起面前的酒杯来 一饮而尽 宋安从鼻腔里 发出了一声冷笑 显然是对赵建荣这样的做法 习惯至极 陈婉晴坐在了他的身边 挽着他的手臂撒着胶 宋总 您什么时候帮我联系 崇明娱乐公司的老板啊 人家想要签这个公司吗 我抬起头来 看向陈婉晴 崇明娱乐公司 是我的产业 两年前 公司以极快的速度 在娱乐圈展露了头角 更是在这两年时间里 成为了领头羊 最近这段时间 娱乐圈不知何时 传出了一句调侃的话 说是 只要进入了崇明娱乐公司 在娱乐圈的未来前景 就已经光明了一半 陈婉晴因为长相突出 大学的时候 就经常兼职模特 我本以为他已经不做这行了 没想到 竟然还有进入娱乐圈的打算 说起来 我们公司最近 似乎确实要进行新人的选秀 放心 我过两天就找老板去聊一聊 宋安很享受他的谄媚 伸手搂住了陈婉晴的肩膀 任由对方在他的脸上 留下了一个口红印 陈婉晴笑着偏过头 与我对上了视线 脸上的笑意瞬间凝固 转而成为了厌恶 周崇你看我的是什么眼神 我让你看我了吗 宋总你看他 摆明了就是一副 对我居心不良的样子 宋安冷眼看向我 在与我对视了几秒钟后 突然笑道 周崇 我倒是没想到 你这么专一 竟然还喜欢陈婉晴 这样吧 我们好歹之前朋友一场 你也别说我没给你机会 把我的鞋子舔干净 我就让陈婉晴陪你一晚 如何 宋安的话音刚落 不只是我 就连陈婉晴的脸色也变了 他面色惨白 试图与宋安撒娇 宋总 我可是您的人啊 宋安淡淡看了他一眼 眼神里没有丝毫的情绪 怎么 你不愿意 这样略带着威胁的语气 让陈婉晴所有的拒绝 都难以说出口 他只好强撑着露出了一抹笑容 轻声道 怎么会呢 我都听您的 他的乖巧让宋安很满意 像是对待一只听话的宠物一样 伸手掐了掐陈婉晴的脸 转头 又用嘲弄的目光看向我 如何 周崇 别拒绝我的一番好心 宋安的适应能力 确实很快 钱还没挣到多少 倒是把圈子里的那些坏习惯 学了个十足史的相像 我没有理会他的话 只是回着助理的消息 让他把陈婉晴的名字 从海选名单上划掉 我们公司不需要这样 靠着身体薄上位的人 宋安被我忽视 一张脸阴沉的厉害 随意拿起了面前的酒瓶 就朝着我扔了过来 我他妈问你话呢 他的力气没有掌握好 酒瓶没有掉落在我的身上 在我的面前骤然落地 碎成了渣子 可里面阴红色的液体 却打湿了我的皮鞋和裤脚 我身上的这套西装 是私人定制的 今天第一次穿 就这样报废了 虽然我并不在乎这一点小钱 可难免还是觉得有些肉疼 宋安突然的发怒 让包厢里的所有人 都不敢说话 我将手机放进了口袋里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然后朝着宋安 一步步走了过去 他的眼神逐渐变得得意起来 恐怕是觉得 我会听他的话 将自己的尊严踩在脚底下 早这样不就好了 周崇 你要是把我哄高兴了 说不定我也会在公司里 给你找个职位 我看保安就挺适合你的 但让宋安失望了 我只是停在他的面前 俯视着他 淡淡道 衣服是手工定制 鞋子是意大利的 刷卡还是转账 宋安一时之间 没回过神来 什么 你毁了我的衣服和鞋 总需要赔偿点什么吧 我在这么多人面前 扶了他的面子 宋安的脸色 清一阵白一阵的好看极了 坐在一边装 安纯的赵建荣 突然出声道 真是好笑 周崇你哪里有钱 去买私人定制 我看是垃圾桶里捡来的吧 你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 敲诈宋总一笔钱 穷鬼 宋安的脸色 因为赵建荣的话 有所好转 他翘着腿 上下打亮了我几眼 就这身行头 我给你50最多了 现在有支付宝了吧 不会要我给你现金吧 宋安的话 显然是让现场的人 回忆起了大学的时候 吃笑声 不断传进我的耳朵里 可我只是将自己的袖口 卷了起来 露出了里面的商标 制作西装的设计师 很出名 他的每一件作品 都会在袖口的里面 缝上自己的名字 还有西装的编号 每一件西装 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不可能出现假货 宋安眼中的嘲讽 在看见那标志的一瞬间凝固了 他不敢置信地 抬起头来看向我 而我的脸上 始终带着淡淡的笑容 再问一遍 刷卡还是现金 还没等宋安说话 我的手机铃声 却突然响了起来 看了眼手机屏幕 我对着宋安露出了一个抱歉的笑容后 直接推门离开了包厢 电话刚刚接起 那头就传来了一个 带着怒火的女生 周崇你去哪里了 家里没人公司也没人的 我揉了揉自己的眉心 有些头疼 今天大学同学聚会 我在往外面吃饭 同学聚会 为什么不带我 我也想看看你的同学 如果陈婉晴在这里 一定会认出来 电话那头声音的主人 就是新一任 影后林淼淼 我和林淼淼的怨言 要从一年前开始说起 那个时候的她 还不是影后 只是一个在剧组 被女主打压的可怜配角 我寻查的时候 恰好看见 她躲在角落偷偷抹眼泪 问了几句才知道 原来是她的经纪人 为了利益 想让林淼淼去抱金主大腿 被林淼淼拒绝后 放话要在娱乐圈里封杀她 我见不得一个好苗子 就这样夭折 于是帮林淼淼付了违约金 将她接到了自己的公司里 从那天开始 林淼淼就成了我的小尾巴 整日跟在我屁股后面转悠 对我的称呼 也从一开始的周总 变成了现在的没大没小 她喜欢我喜欢的格外明显 可林淼淼的演艺生涯还很长 恋爱对于娱乐圈的人来说 实在是一个最好不要触碰的禁忌 更何况恋爱的对象还是自己的老板 所以无论林淼淼表现得多么明显 我都假装不知道 我们聚会带你像什么样子 你找我有事吗 电话那头的林淼淼声音一顿 没事就不能找你了吗 她语气里的低落显而易见 可我却只能假装不知道 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冷漠一些 没什么事我就先挂了 没等林淼淼的话说完 我就已经先一步挂断了电话 在门口重重叹了口气后 我又一次进入了包厢 可此时宋安的脸色已经好了很多 又一次恢复了一开始高高在上的样子 赵建荣看着我笑道 周崇别装了 我们都知道了 我挑眉有些不解 他继续道 你身上的这件衣服是偷的你老板的吧 为了在今天的聚会上装一下 你还真是煞费苦心 怎么 这么想让我们高看你一眼吗 只可惜啊 穷鬼再怎么装 也还是穷鬼 另一边的陈婉晴 整个人恍若无骨的趴在宋安的身上 对着我的方向撇了撇嘴 真是替你未来的女朋友担心 摊上这么一个没出息的男人 倒了八辈子 血没了 你就别担心了 穷鬼哪里有恋爱的资格 哪个女的会看上他 我的手机不断震动着 林淼淼给我发来的消息 一条接着一条 我低下头 漫不经心点了点脑袋 嗯 对 我确实没资格谈恋爱 毕竟 追我的女人是当红影后 和她在一起 记者的长镜头都能对到我的脸上 就在现场的气氛 陷入凝固状态的时候 包厢的门被服务员打开 大堂经理走了进来 她的目光在我们几人的身上打亮了一番后 最终视线停留在了宋安那儿 先生 您停在门口的车被人刮蹭了 你要去看看吗 宋安的眉头立刻皱了起来 没有人在遇见这样的事情之后 还能保持一个好的心情 边上的陈婉晴当即道 宋总 您今天出门开的哪辆车呀 也让我们跟着一起 掌掌见识被赵建荣跟着起哄 是啊 宋总 也让周崇看看 真正有钱人是什么样子的 可不是偷了别人的一件西装外套 就能冒充的 赵建荣的语气格外的阴阳怪气 看向我的眼神带着嘲弄的意味 宋安被他们左一句右一句的话 夸得飘飘然 当即一挥手 让所有人都跟着出去看看他的好车 我倒是也有些好奇 宋安的排场弄得这么大 究竟是开了什么样的车子 来彰显自己的身份 一行人跟在大唐经理的身后 浩浩荡荡地朝着外头走去 这家饭店是出了名的价格高昂 所以来吃饭的客人也都身价不菲 大唐经理将我们带到了事发的地方 就见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 正站在一边抽烟 听见脚步身后 回过头来看向我们 眉头皱得可以夹死一只苍蝇 我混迹在人群之中 有些惊讶 倒是个熟人 沈家的小太子爷 沈东赫 从小被家里人宠坏了 性格张狂 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他的亲哥哥 后来我和他哥混熟了 他怕的人又多了一个 就是我 沈东赫叼着烟 看着走在最前面的宋安 扬扬下巴 你的车 宋安冷着脸点头 沈东赫继续道 开个价我赶时间呢 一如既往嚣张的语气 拽得跟个二五八万一样 宋安最见不得的就是 别人用这样的语气和他说话 当即脸就垮了下来 沈东赫不参与公司的事情 所以很少有人认识他 多半只听说过他的名字 站在宋安身边的陈婉晴 狐假虎威 插着腰对着沈东赫 便开口唾骂 你什么素质啊 自己把人家的车子给刮了 还这种语气 没让你赔礼道歉就不错了 你在这里装什么 沈东赫也是很久 没有被人用这样的语气说话了 当即就气笑了 我 赔礼道歉 大妈 你谁啊 这里有你和我说话的份吗 一句大妈 直接让陈婉晴的脸色涨红 瞪大了双眼 他还想说些什么 却被宋安直接打断了 行了 闭嘴 车子刮哪里了 我看看 一旁默不作声的大唐经理 立刻引着宋安 走到了车子边上 可问题是 这辆车好像是我的 我看着车门上那条长长的痕迹 在心里把沈东赫 骂了个狗血淋头 先生 您看看赔偿方式 张扬的阿斯顿马丁 引起了很多人的惊呼声 其中以赵建荣最为夸张 宋总这车也太帅了 您什么时候让我开一下吧 你毛手毛脚的 到时候再把车子弄坏了 宋总还是给我开吧 但这样的恭维声 并没有让宋安的脸色好看一些 因为那车压根不是他的 沈东赫等得不耐烦了 开口催促道 赶紧的看也看了 赔多少钱你直接给个数 宋安的那句话 几乎是从牙齿缝里挤出来的 不是我的车 这下轮到大唐经理惊讶了 这个怎么可能呢 明明是看着车主 朝着你们包厢的方向走过去的 我沉默片刻 缓缓举起了手 车是我的 我的话音刚落 现场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 赵建荣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人 他扯了扯嘴角 发出了一声不敢置信的笑声 周崇你神经病吧 什么东西都感认 你知道这是什么车吗 你就说是你的 我告诉你 你就算工作两辈子 不对 三辈子 你都买不起 就是啊周崇 你穷疯了吧 为了点赔偿的钱 车子都乱认 你就不怕车主送你去坐牢 陈婉晴的双臂还胸 对着我露出了鄙夷的目光 宋安淡淡看了我一眼 对着一边的大唐经理道 不用管他 车子不是我们的 怎么这群人都听不懂人话吗 我叹了口气 从人群中走上前去 看向沈东赫 沈东赫 说吧 偷开你哥的车出来 想好怎么死了吗 沈东赫看见我 就像是看见了鬼 刚刚嚣张的样子 完全消失不见了 他直接把嘴里掉着的烟 拿了出来 然后丢在地上踩蜜 对着我露出了讨好的笑容 不是 周崇哥 做人不用这么绝吧 我这不是不知道 这车是你的吗 你家车库车子这么多 我哪里记得住车牌呀 我给你转账 我们私底下解决得了 你就完全当今天没见过我 看着沈东赫谄媚的样子 我想起了他哥那张 所有人欠了他五百万的脸 也不知道一样的血缘 怎么会长成截然不同的样子 下不为例 沈东赫点头如捣蒜 眼睛亮得像是星星一样 不是开玩笑的吧 周崇 周崇怎么可能开得起这样的车 赵建荣已经傻了眼 自言自语地念叨着 倒是陈婉晴为了不面对这个事实 给我的所作所为 找了一个最好的理由 我知道了 肯定是他收买了这个男的和大唐经理 来做这一出戏 就是为了让我们相信他发达了 周崇你别以为你能骗过我们的眼睛 陈婉晴得意洋洋的 以为自己发现了真相 沈东赫听了他的话 朝我走近了两步 周崇哥 这女的脑子有毛病吧 该不会是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吧 沈东赫的嘴巴一向厉害 陈婉晴的脸色顿时变得铁青 宋安死死盯着我 冷声道 周崇 没想到你这么不要脸 竟然用这样的办法欺骗我们 那个谁 周崇给了你多少钱 我给你双倍 沈东赫左看右看 发现宋安是在和他说话之后 立刻眯起了眼睛 他冷笑着 俯视着宋安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也配这样和我说话 他可是宋氏集团的总裁 赵建荣生怕宋安死得不够快 主动报上了名号 沈东赫冷笑道 宋氏集团 什么野机公司啊 回头就让我哥收购了他 宋安一步都不肯让 当即回呛道 你哥又是什么垃圾货色 我看了看对质的两个人 出声提醒 他哥是沈夏明 只要是做生意的 都听说过这个名字 宋安的脸色顿时变了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声音都变得尖锐起来 你怎么可能认识这种人 沈东赫兰散道 为什么不可能 周崇哥是崇明娱乐公司的总裁 认识我哥 不是很正常吗 这不可能 宋安的瞳孔猛地收缩 脸色骤然变得惨白 他的声音甚至带了点歇斯底里的味道 周崇不可能混得比我好 绝对不可能 你嚷嚷什么 自己没有别人厉害就认灾呀 吼两句能牛逼一点不成 沈东赫掏了掏自己的耳朵 轻责了一声 然后对着我道 周崇哥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钱到时候转你 小钱 去吧 我拍了拍沈东赫的肩膀 轻笑道 他脚步轻快地离开了 可站在我对面的三人 却已经嘴唇颤抖 其中 以陈婉晴最为明显 毕竟 他一门心思想要进入的 就是我的公司 陈婉晴眼睛里含着泪水看向我 声音都有些发抖 周 周崇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 我是什么人 你很清楚 我是真的想做演员 他说着 上前拉住了我的衣袖 试图微微弯下腰 我还没说话 身后就传来了熟悉的女声 你勾引谁呢 一只手用力将我向后拽去 我立刻逃离了陈婉晴的拉扯 林淼淼站在我的身边 脚上踩着八厘米的高跟鞋 就算戴着帽子 也挡不住他的美貌 一双眼睛 机会要喷出火来 林 林淼淼一边的赵建荣 已经看呆了 嘴巴就没有合上过 林淼淼淡扫了他一眼 然后对着陈婉晴立声道 你这种靠着身体 薄上位的任 一辈子都进不了 重名的大门 我压低了声音问道 你怎么来了 林淼淼偏过头 看向我 脸上的神情变得很快 转头就成了无辜的模样 我问了你的助理 知道你在这里吃饭 挂我电话 还不回我消息 周崇 你太过分了 林淼淼说着 眼泪就要落下来 他总是用这一招来对我 偏偏我明知道是假的 却还是 每次都不忍心 好好好 我知道错了 回去请你吃饭好不好 林淼淼不愧是影后 眼泪说收就收 立刻眉开眼笑起来 别下次了 就现在 我还没吃饭呢 饿死了 他说着 就要带着我离开 可我看着眼前 失魂落魄的宋安 还是没忍住到 宋安 我是真的把你当成朋友过 我不知道 为什么你对我有 这么大的恶意 但是从今天开始 你和我原本的朋友关系 也已经不可能维系了 你好自为之 宋安看着我的眼神 带着恨意 但我并不害怕 蚂蚁的怒火 对于大象来说 也不过只是恼痒罢了 我和林淼淼 一起吃饭的照片 不知被哪个记者 拍了下来 发在了网上 引起了轩然大波 林淼淼直接发微博 承认了正在追求我 他的粉丝们 个个哭天汗地 被林淼淼的经纪人 告状告到我面前的时候 他还是一副 理智气壮的样子 我是演员 演员恋爱怎么了 我对林淼淼 从来就没什么办法 迫不得已 我用公司的大号 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出乎我意料的 原本千方百计 想要阻止 林淼淼的粉丝和网友们 在得知了我的身份后 态度直接来了个 180度大转弯 不仅支持 林淼淼对我的追求 甚至还有给我发私信 让我赶紧答应下来的 林淼淼 因此高涨了士气 而同学聚会那天结束后 陈婉晴私底下来 联系过我很多次 想要靠着和我睡觉 达成自己的目的 结果被林淼淼发现了 她发来的消息 打电话骂了她半个小时 就这样还不够 林淼淼还在微博上 内涵陈婉晴的所作所为 一条一有所指的微博 让所有网友 纷纷揣测 她口中的那女人是谁 不知是哪个神通广大的能人 竟然找到了 我们在饭店门口 对质的照片 照片里的陈婉晴 拽着我的衣角 楚楚可怜的样子 她原本因演了两部 小成本网剧 已经有了些粉丝基础 立刻微博就被人冲了 没有办法 陈婉晴只好关闭了微博评论 假装一片岁月静好的模样 至于宋安 倒也不是不帮她 实在是自己也自身难保 就像我说的 宋安得罪的人太多了 那天还对着沈东赫口出狂言 虽然沈夏明对这个弟弟 要求严格 却也是个十足的地控 当即就第一个 对宋安开始发难 别的老板们 见风使舵 纷纷站队沈家 宋安的公司 跟基本就不稳 在这样的排挤之下 股票一路下跌 资金很快就短缺了 她走投无路之下 竟然找到了我 希望我伸出援手 我站在落地窗前 眺望着城市的夜景 听着电话那头的宋安 说着自己这些年的不容易 声泪俱下 她说完 又开始对着我道歉 将自己说成了一个 彻头彻尾的混蛋 希望我可以不计前嫌地 帮助她渡过难关 我喝了一口红酒 轻笑道 宋总 上次您毁了我的衣服和鞋 我还没有和您算账 账单明天 会送到你的助理那里 记得给我转钱 在宋安 气急败坏地 对我破口大骂之前 我先一步挂断了电话 后来 我倒是还见过 陈婉晴和宋安一面 在一场晚宴上 陈婉晴跟在一个 大富贫贫的男人身边 因为我多看了她几眼 那男的就迫不及待地 想要将陈婉晴送给我 昔日精致的脸上 如今是厚重的粉底液 都挡不住的憔悴 而宋安 公司破产后 她成了那场宴会的服务员 看见她的时候 她正偷偷往自己的衣服口袋里 塞着会场的食物 见我看过来 宋安动作一顿 转身就逃跑了 看什么呢 林淼淼从身后牵住了我的手 我笑着收回了视线 反手搂住了她的腰 看个上不了台面的老鼠罢了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